今日所選讀的經文 是記載在《新約約翰福音》 十四章 一至九節 你們心裡不要憂愁 你們信神 也當信我 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 若是沒有 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 我去 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 我若去 為你們預備了地方 就必在來 接你們到我那裡去 我在那裡 叫你們也在那裡 我往那裡去 你們知道 那條路 你們也知道 多馬對他說 主呀 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裡去 怎麽知道那條路呢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值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你們若認識我 也就認識我的父 從今以後 你們認識他 並且已經看見他 肥力對他說 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 我們就知足了 耶穌對他說 肥力 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 你還不認識我嗎 人看見了我 我就是看見了父 你怎麽說 其實對神的認識更加清楚 對自己的生命 更加有把握 我們從約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六節 來講主耶穌基督說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值著他 每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我給大家一點背景 其實在約翰福音第十三章一開始的時候 有一個大的轉接 就是他那裡講到如月節的以前 耶穌知道自己離世 歸父的時候到了 他知道自己要走上十字架 來為人罪的緣故 來寫命 他要離開這班的悶徒 來受死 然後去貴父那裡去 所以那裡是一個很大的轉接 而在這個情況下 你發覺十三章 是充滿了很多的confusion 矛盾在當中 因為你看到第二節 至到第二十節裡面 耶穌基督去幫這些悶徒洗腳 那些悶徒其實都不太明白 為何耶穌基督作為一個老師 會幫學生來洗腳 他們都不明白 所以彼得說你不要洗我的腳 應該是反過來 我們來幫你洗腳才對 但是你發覺彼得他們是不明白 去到第二十一節 至到第三十節的時候 主耶穌基督就說了出來 就是誰會賣他 就是猶大 當時這幫悶徒 看起來聽起來的時候 又是一頭霧水 真的不明白他們說什麼 他們猶大出去了的時候 他們還以為猶大可能去管前堂 所以去買東西 去做其他的事情 所以他們又是不明白 而去到三十六節 至到第三十八節的時候 主耶穌基督說給彼得聽 你會三次不認他 所以對彼得來說 又是什麼意思呢 他們是很不明白 所以第十三章 是充滿了很不明白的裡面 而去到第十四章一開始 我們也都見到了 耶穌基督將這句說話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是要幫助這一幫信徒 來到更清晰 來到明白上帝的心意 使他們由不明白 去到明白 使他們能夠再思 究竟耶穌基督 他們認識的那位老师 他們所認識的那位神 究竟是在做什麼 有更深的明白 所以我們今天也同樣的去認識 去到第十四章的第八節 他就這麼說 他説肥力來對主耶穌基督說 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 我們就知足了 耶穌對他說 肥力我與你們同在 這樣長久 你還不認識我嗎 我相信這句說話 確實是對我們很多人 所有人來講 都是一個很好的 在私的一句話 你還不認識我嗎 其實肥力在當時這幫門徒 可以說是世上最長 最老的信徒 老信徒 他們沒有人跟耶穌 跟得比他更久 但竟然在這裏 肥力說的那句話 表明了其實他都不認識 還未認識 還未完全明白 耶穌基督 所以耶穌基督就這麼說 你還不認識我嗎 原來其實 有些人說 我已經認識了上帝 我已經明白了 其實再想回這句說話 是多麼狂妄 多麼自大 我們一個有限的人 怎麼能夠去完全明白得到 這個無限的神呢 其實我們的知識 我們的明白 其實真的很皮毛 好像你娶了老婆回來 你以為很認識他 但原來你發覺 有很多東西 其實你都還未明白 是因著連日 你慢慢去認識的緣故 才老夫老妻 才會對他更加的明白 甚至你對你的身體 其實都不是很認識的 因為你會去做身體檢查 身體檢查就是告訴你 原來你有這個問題 那個問題的問題 其實原來我們對很多東西 都是不認識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說 我們對上帝 我認識了 我明白了 我們應該要謙卑來去學習 好像有一次 我和一個未信主的朋友 我很多時候都和他聊聊天 也有時來和他講 關於耶穌基督的事情 但每次他感受到 我和他講關於耶穌基督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說 哎呀 知道了 知道了 耶穌嘛 打完左邊面 打右邊面 他每次都是這樣來做回應 而這樣來不想聊 或者不願意去聊 當然我都尊重他 我都不會迫他 他覺得是這樣的 如果我看到他不想聊 我都說好 下次再說吧 但是我都發覺 如果他時常都是用這一種心態 他會絕對錯過了對基督 耶穌基督的認識 沒有辦法更深一層來認識 耶穌基督 這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我今天盼望 你可以藉在這個講道裡面 能夠對上帝 對耶穌基督 會是這一個字 叫做together 一起 together 為什麼說together呢 因為當我去看第十四章的時候 然後我發覺 我發覺十八次 主耶穌基督直接 又或者是用描述的方法 來講出together 他跟天父一起 天父在他一起 他與天父來同在 天父與他來同在 主耶穌又與信徒來同在 聲令又與信徒來同在 所以together是很strong 是很強烈的一個重點 但當我看第十三章 打到第十七章 這一段的幾章的經文的時候 就更加發覺 這個together是清晰的 因為第十三章 不僅僅說到 神和人要在一起 他要回到天父那裡 主耶穌基督更加說 你們作為信徒的 要彼此來相愛 彼此相愛就是together 去到接著之後又說彼此相愛 去到第十五章的時候 亦都要好像用這個 葡萄樹與枝子 又是一個together 要abind in me 就是要在主的裡面 在主的愛的裡面 在主的話語的裡面 去到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更加主耶穌基督祈禱 就是求父使他們的 所有信主的人 來到合而為一 又是together 所以我們今天 用together 來去看這個 《約翰福音》的第十四章 第六節 這個講道 今天的三個重點 是主耶穌基督 使你可以與神來同在 使你是你最大的恩典 第二點是與神同在 是屬靈生活、屬靈生命的一種態度 一個poisture、一個attitude 第三就是團契小組 是與信徒同在的一個訓練的地方 我們今天從這三個方面去思考 我們一起做個討告 親愛主耶穌 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我們不去狂妄自大 我們反而在謙卑在你面前 來再一次聆聽主你自己的話語 求主聖靈來對我們說話 幫助我們對主有更深的認識 對主的計劃有更明白 使得我們的人生更加的豐盛 更加的清晰 好叫我們的人生知道如何去跟隨你 我們祈禱奉基督耶穌的命祈求 阿門 第一點 我們去講到主耶穌 使你可以來同神、同在 為什麼說使你可以呢主耶穌 因為主耶穌基督未釘死十字架信曲之前 你是不可以來同神同在 為什麼呢 人有犯罪 但是因為主耶穌基督的緣故 你可以了 你終於都可以了 在這裡 他說你要信神 也當來信我 就是他以前都相信神的 但是這一刻 上帝要藉著主耶穌基督的緣故 來到去成就一件關於救恩的事情 所以在這一刻 那個焦點落了在耶穌基督的身上 也當信我 你要看清楚 看著 因為這個跟你有絕對的關係 而這幫信徒 在未知道明白耶穌基督要為他們死的時候 他們是憂愁的 他們不明白神的計劃的時候 他們是憂愁的 但是當他們明白了耶穌基督所作的救恩的時候 他們就會將憂愁變為快樂 其實我們發覺 如果你相信神 但是你不相信耶穌基督的話 其實很有可能 有很大機會 你是一定會憂愁的 我們看看這個圖表 你都可能相信神是存在的 你都覺得這個世界不會是爆出來 或者是隨便弄出來的 你相信都有一個神存在這個世界上 但是如果你相信神是存在的 但是你不相信耶穌基督的話 其實你會很憂愁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神存在這個世界是做什麼 你又不知道這個神創造這個世界是為了什麼 你人生就不知道究竟為什麼而活 向什麼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相信神存在 但是你不相信耶穌基督 表達他的教導的話 你一定會憂愁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計劃 第二點就是你相信神的完美 很多人都相信 如果這個世界有神的話 這個神應該是完美無瑕的 但是如果你相信這個神是完美無瑕 但是不相信耶穌基督的話 你就不知道原來你是可以被接納 你就會覺得有一種很大的距離感 因為你看到神是完美 你看到人是很不完美 你甚至看到你自己 都有很多很不完美的地方 你就會有一種很大的距離感 你不知道這個神會怎麼看我 你不知道這個神會不會來接納我 但是你要相信耶穌 因為耶穌基督的出現 就是會告訴你 耶穌基督接納所有的人 就好像聖經裡面說 神愛世人的一樣 就是接納所有的人 所以如果你信神不信耶穌 你是不知道你會憂愁 你不知道你會不會被接納 第三 如果你信神是仁慈 很多人都相信 如果這個世界有神的話 他會仁慈 是仁慈的神 因為如果他不仁慈 他是暴躁的話 他可以殲滅這個世界 在轉眼之間就能夠做到 所以很多人都相信這個神是仁慈的 但如果你不相信十字架 主耶穌基督的死的話 你就不知道究竟他有多少人次 第四點就是很多人都相信神一定是公義的 公平的 但如果你不相信耶穌基督是為你代死的話 你是不知道怎麼面對這個公義審判的主 很多人都相信神是公義 很多人都相信神是公義 會審判所有的人 最好審判眼中的壞人 不公義的人 神啊你審判他就好了 但同時間如果你不知道耶穌基督為你代死的話 你怎麼面對這個審判的主呢 難道審判他不審判你 不會了你知道不可能的 所以你不知道 如果你不知道 不相信耶穌基督代死 你是不知道怎麼面對他 你就會很憂愁 所以朋友們如果你是相信神 你更加要好像這句話 你們信神也當信耶穌基督也相信我 使你不再憂愁有喜樂 在聖經這裡繼續說 我們就解釋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若不值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下去 我每一個字來解釋一下 究竟耶穌基督在說什麼呢 他就說我就是道路 這個道路道路通往什麼呢 去哪裡這條路 通去哪裡呢 就是通去父神那裡 所以這個道路是使你和天父這個關係改變了 如果你不經過不使用 或者不跟隨耶穌基督這個道路的話 你去不去到天父那裡呢 都去到 不過天父就必是一個的審判 他就會審判你和我那個的罪 但是耶穌基督說我就是道路 你藉著耶穌基督這一條的道路 你去到天父那裡 事情就轉變了 會變成什麼呢 第一個 就是原來通過耶穌基督這個道路的話 我不再受到天父的刑罰 因為原來人犯罪就要接受天父的審判 但是呢 因著耶穌基督的死的緣故呢 他代了我們來死 他使到我們在罪裡的那個payment 那個代價呢 他代替了我們來償還 所以呢 來到天父的面前的時候 我們就不再被天父來審判 所以這個是salvation 是救恩 第二呢 就是我就是道路呢 就是我不再迷失 不知道怎樣去天父那裡了 很多人都不知道怎樣去到天父那裡的 但是耶穌基督說我就是道路 我就帶你去到天父那裡 那所以呢 這個是方向 所以呢 我們不會迷失 第三呢 就是我不再是天父家的外人 這個呢 給我們一個新的身份 一個new identification 一個身份 以前那些犯罪的緣故 不認識神的緣故 我們呢 是一個外人 聖經用一個外人 好像跟這個家沒有拉扭的人 外人 但是呢 原來當我們接受耶穌基督的時候 聖經告訴我們 我們呢 因著接受耶穌基督的緣故 我們有這個權命 作神的兒女 所以呢 你會發覺兒女 聽起來就好像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呢 你一從這個家的外 和家的內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很大的分別 兒女才可以是家的內女的人 如果你不是兒女呢 就是家外的人 所以耶穌基督 將這個關係來扭轉過來 以前你是外人 現在你是神家天父家女的 一個內女的人 最後一點呢 就是我就是道路 因著耶穌基督死的緣故 在十架上高的緣故 你不再與天父有個破裂的關係 好像羅馬書裡面所說 因著相信耶穌基督的緣故 我們和神的關係呢 就得以來相和 那所以呢 我們和父神的關係呢 就改變了 以前是破裂 現在呢 是站在恩典的當中 現在呢 是和好的裡面 那所以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 各位的朋友 我們再思耶穌基督 我就是道路這句說話的時候 我們發覺 原來相信 接受這句說話 令到我們和天父的關係 扭轉過來 我們做不同了 那接著之後呢 耶穌基督就說 我就是真理 我就是真理呢 有兩個意思含意在裡面 那第一個呢 就是說到呢 這個真理是說到耶穌基督所說的是真實的 是真的 不是說謊話的 是真真確確的 那第二個意思是什麼呢 第二個意思呢 就是說到耶穌基督呢 也都會將真實的事情呢 來到去表達 而且呢 彰顯出來 以前你不明白的事情 因著耶穌基督的教導 去宣告 去表達的緣故呢 你就明白了 就好像第二節裡面這樣說 他說 在我的父家裡呢 有許多的住處 若是沒有呢 我就早已告訴你們 他這裡說 有許多的住處 英文呢 就說 many rooms 所以我們一想到的時候呢 就是想到 在天父的家裡 是在家裡裡 有很多的 room 西道說到呢 就是你在這個家 在這個 room 在你這個父的家裡 你是有墳 你是有這個住處的裡面 那這個呢 當然這個 room 這個許多住處 有兩個的意思 第一個意思就是 說到未來的日子 在天堂的裡面 我們呢 我們呢 是有這個住處 在這個天堂的裡面 你是有墳 是因著耶穌基督的緣故 受死的緣故 你在這個天堂裡面 你是有墳 你是有這個的 room 是給你的 但是呢 有另外一個的解法呢 就是這個 room 也都解作是現金 這個 room 是什麼呢 就是room for repentance room for forgiveness 就是有這個的寬恕來給你 而神呢 是願意接受你那個的悔改認罪 什麼意思呢 room for forgiveness room for repentance 是什麼意思呢 好像有一個人一樣 這個人 因著這個人的緣故 這個人 傷害了這個人 而這個人 因著受了很大的傷害的緣故 心裡面很悲傷 心裡面是很生氣 因為他失去很多 他傷害很多 到這個人 他知錯了 他知道自己做的不對 這個人走回去跟他說 我錯了 我知道我做錯了 我請你來原諒我 而這個人 因為太過的痛苦 太多的失去的緣故 太過的生氣 太過悲傷的緣故 這個人就跟他說 I have no room for you I have no room for forgiveness I have no room for forgiveness 我沒有任何的空間 來到去搖述你 我沒有任何的空間 來到去聽你那個的悔改回轉 不接受 這個主耶穌基督告訴我們 我們的父家裡面 有很多空間 告訴我們我們的天父是很ready 天父是很預備好了 他是願意接受你和我的悔改 你當你悔改的時候 他願意說 來吧我預備好了 我願意來把這個寬恕給你 他不會說 不聽你說 你悔改 你的事不關我的事 我不願意接受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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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主耶穌基督不告訴我們 我們永遠都不知道 原來天父已經預備好 把這個寬恕來賜給你 那你說 耶穌基督讓我們知道 天父預備好的時候 有什麼大不了呢 因為如果耶穌基督已經預備好這個道路 讓你可以走過去天父那裡 但如果你不知道天父會怎樣去對你的話 你怎麼敢走過去 好像下一次 我小學的時候的測驗不合格 那個測驗當然要父母簽名 然後給老師去看 我的測驗不合格是中國人的不合格 即是不夠七不夠八那分 那你不知道父親會怎樣對你 你不知道父母怎樣對你 所以你不知道他會怎樣對你的時候 你就手又疼手又震 你不敢走過去 但是這裏就告訴我們 天父已經預備好了 天父已經預備好接納你 亦都願意來寬恕你 所以主耶穌基督告訴我們 天父已經預備好 使我們有這個信心 使我們又很安慰 能夠知道我們走在耶穌基督的道路裡的時候 我們來到父的面前 我們會被接納 第三 耶穌基督是這個生命 原來耶穌基督告訴我們 祂要死在十字架上高 但是祂會復活過來 其實之前也說到 耶穌基督就是生命的主 祂生命也是復活 原來在哥羅西書這樣說 祂說你們從前 過犯和未受各禮的肉提中死了 神赦免你們一切的過犯 便叫你們與基督一同活過來 所以原來耶穌基督的生命 來給我們有這個生命 叫我們一切來活過來 與祂來一切 而在第三節第十四章說 我若去為你們預備地方 就必在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 這裡的說法 你看見耶穌基督不單止成就了救恩 而且必在來接你們 這裡說出主耶穌基督是personally responsible 祂是自己拿起這個責任 祂不是做了一條道路 祂說了給你聽那個地方 叫你自己去走 祂不是叫你自己去走 那麼簡單 祂是來到和你一起去走 接你們去到那裡 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他拿起這個責任 還有只是給你一些information 給你一些資料 道路就是這樣 方向就是這樣 你自己走有什麼分別呢 如果你想想想想去一個旅遊 去一個新的地方 你可能也可以在網上拿到很多的資料 可以去一下這個城市的網站 去一下這些酒店 去到其他的網站 去到其他的網站 找到那些資料 但是這些資料相對 YouTube 有人親身去過那個地方 親身告訴你 去到這裡你要做什麼 去到這個地方你要吃什麼 去到這個地方千萬不要做什麼 有人這樣親身拍下來 告訴你的話 給你有很大的信心 給你好像親力其境 給你知道不需要放失失 因為你看見的時候 有人告訴你的時候 你就好像自己都去了 而且知道應該是怎麼做 所以其實當耶穌基督說 我必在來接你們去那裡的時候 給我們很大的一種的信心 一種的安慰 因為我們知道我們不是自己 孤孤獨獨的去 而是耶穌基督接我們來去 相對有很多不同的宗教 死亡之後 都是形容著是一個很孤單的路程 自己要figure it out的一個路程 甚至有些要做一些儀式 去使得帶到那個過身的人 從這一點去到另外一點 看得到、明得到的就是 因為是一個很孤單 很沒有把握的路程 但是主耶穌基督這裡說 你這個的路程不是孤單 因為主耶穌基督必在來接你們去到 你是必然會去到 因為主耶穌基督說 我在哪裡 你們都要在哪裡 所以是很有把握 和其他的宗教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們知道面對到死亡 死亡之後 我們知道不是方失失迷失 不是這樣 是耶穌基督必要在來接你們到他那裡 所以當我們想起耶穌基督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有這條道路 又讓你知道天父願意接立 而且更加主耶穌說 我要和你去到父那裡 給我們有很大的安慰 是人生當中的一個很大的祝福 第二點就是說到與神同在 是屬靈生命上高的一個態度 當我們想起若不值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耶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高 不單單使使我們的罪得到赦免 原來一個更重要的就是使得我們和父神能夠相和 能夠together 所以當我們去有屬靈的生活 看聖經、崇拜、我們去祈禱的時候 我們應該想起什麼 應該想起的就是原來我們能夠和父在一起 能夠與他來同在 告訴我們原來我們能夠祈禱、讀經、敬拜、團契 這個together是因爲耶穌基督才有 所以我們來到的時候 那個態度不應該是好像一個責任 religious obligation 不是一個宗教的責任 沒辦法了 做基督徒是應該要看聖經的 不想看都要照看 沒辦法 那這個態度就很不同 你可能都看了聖經 但是那個態度很不同 這個態度應該是 我看聖經的時候 我怎樣去跟神來到一起 跟父來到一起 together 跟弟兄姊妹的時候 together 怎樣來在一起 亦都不是來到神的面前的時候 啊 神啊 求你bless me 有一個態度 叫bless me的態度 就是每次來到祈禱的時候 平時就不祈禱 但是呢 要神祝福的時候 就來了 一味就是 神啊你祝福我 祝福我 原來你發覺 當耶穌基督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時候 這個是有個很清晰的方針 方向 就是到父那裡去 耶穌基督不是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使你可以有一個 trouble free的life 一個完全沒有困苦 完全沒有問題的生命 他不是一個道路 使你可以能夠有promotion 使你能夠可以升職加身 使你完全沒有病 不是 這裡講得很清楚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是使你跟神的關係 能夠來到傷和 所以當我們思想一下 你來到神面前 祈禱的時候 你是奇些什麼呢 是不是只是奇 bless me bless me 祝福我 祝福我多些 還是你有事就先來祈禱 上帝的事你就莫不關心 這個是值得我們去思想一下 而且更加 together with God 與神同在 更加是重要 當我們面對著人生 不能夠明白的事情 when things doesn't make sense 因為我們看得到 在第十三章裡面 這些門徒我們剛才也說過 是面對著很大的迷惑 不明白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情 完全摸不著頭腦 第十三章開始的時候 其實都是一班 好像平時一樣 一起來吃飯 一起都是 完了那天的事工 一起聊聊聊天 吃飯 有個休息的時間 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日常生活裡面的 一個遇常的事情 但是主耶穌基督說完之後 他們很多事情都不明白 不知道 但是耶穌基督就說 你們信神 也當信我 與神來同在 trust me 親愛的弟兄姊妹 各位的朋友 因著這個COVID-19的時候 來到我可能面對了一些事情 不明白 不知道 最近我打給很多的弟兄姊妹 來表示 問候 關心 看看他們的日常的生活 工作 家庭 身體 有什麼挑戰 關心他們 也為他們討告 其中一樣 很多人都說的是 什麼時候才可以完 我們都沒有答案 不知道 不明白 就好像第十三章 跟這幫信徒一樣 不明白 不知道 但是第十四章 告訴我們 主耶穌說 我就是那條的道路 真理 生命 你信我 倚靠我 去面對前面的道路 親愛弟兄姊妹 各位的朋友 希望你面對著 不明白的時候 不要讓這個恐懼 充滿了你的心 相反 主耶穌基督已經說 你們信我 仰望我 我們就要發出 這個仰望的信心 神啊 求你帶領我 雖然我看不明白前面的道路 但是我知道 你與我們來同在 帶領我們去面對著人生的風波 第三 團契小組 是與信徒同在 together with one another 的訓練地方 因為在第十三章裡 主耶穌已經說了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的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來相愛 我怎樣去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而去到第十五章 同樣有同一個的吩咐 我這樣吩咐你們 要叫你們彼此相愛 所以你看到 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 一直在說彼此相愛 而第十四章 祂使你和父神能夠有相和 能夠together的時候 我們知道這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原因 一個的能力 使你能夠和其他的弟兄姊妹 來彼此相愛 together 和神使你可以together with 你的弟兄姊妹 不單止together 更加是彼此相愛 不過你要問一個問題 就是 教會的弟兄姊妹 可不可愛呢 可不可愛呢 Love and lovely Love and loveable 你也很可能 笑笑口 一點點 有一次 我在一個 早上的會議裡 都很多年前 會議有咖啡 有人買菠蘿包來吃 都排在那裡 有個弟兄 他就站在菠蘿包的旁邊 他又不是拿菠蘿包來吃 他是把菠蘿包的包皮 撕下來 只是吃菠蘿包上高的皮 你說你怎麼辦 你會怎麼面對 Love and loveable 怎麼算好 當我們看回第十三章的時候 第十四章 我們看到三個門徒的人物 這三個門徒做了什麼呢 可不可愛呢 我們首先看彼得 在第十三章 第三十七節 主耶穌 他就跟彼得說 我要去 離開你 德國我會再回來 第十三十七節 彼得就回答 主啊 我為什麼現在不能跟你去 即是彼得都很想去 不要等了 等什麼 不如我現在跟你去吧 我願意為你寫明 他都願意把所有東西 來道給耶穌基督 講得很動聽 講得很偉大 不過耶穌基督呢 三十八節 剛才也讀過了 主耶穌基督說 你會三次的不認我 如果有這個弟兄 在你的小組團契裡面 可不開心 彼得是代表了 講就是天下什麼 無敵 做呢 就有心 就無力 其實彼得 就是代表了一種的信徒 講就可以 做就不行 多瑪呢 多瑪就對主說了 他就說 主啊 我們不知道你往那裡去 我怎麼知道那條路呢 多瑪代表著的是 他只能夠用字面 不能夠用屬靈 來到去明白真理 他只能夠用字面 所以呢 他永遠都用不到這個屬靈的眼光 明白事情 你跟他說 哎 我們有一天retreat的時間 我們去 真是要得著生命的糧了 他就會跟你說 那究竟是hot pot 還是寒燒呢 他不能夠用屬靈的眼光 看那個事情 如果有這樣的團友 你又會怎樣呢 肥力了 肥力在主耶穌基督講完這個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沒有人 除非藉著他 不能夠到腐那裡去 肥力之後就回答了 肥力就說 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 我們就置足了 其實肥力是很想給一個 立即的解決方法 在這個對答之間 好像個個都還是很不明白這件事情的時候 肥力就很實際 不要再繞圈了 主耶穌不如 你又在那裡 那些信頭又在那裡 你叫父神出來 或者你顯現父神出來的話 大家三口六面講清楚 那就搞定了 肥力其實是想解決那個問題 但實質呢 實質肥力 其實他是不相信主耶穌基督的教導 因為主耶穌基督已經說 我在父的裡面 父在我裡面 你見到我就如見到父 父就在我的裡面 但他仍然叫父 你不斷而叫父出來 那我們就知足 那就不用再問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是不相信耶穌基督所說 那所以呢 你見到這三個的門徒 代表著三種很有瑕疵的信徒 如果這三組人 在你的團契小組 那怎麼辦呢 主耶穌基督說 第十三章 第十五章 同一樣東西去說 就是一個這麼不完美 這麼不愛的情況下 你們要彼此相愛 不是因為他 侍奉侍奉得很好 不是因為他做這些事 因為他做得很完美 不是因為他做最大份 所以很愛的 是很可愛 不是 是因為耶穌基督教導我們 好與不好 就算好像彼得多馬 肥力這麼脫漏都好 你們都要彼此相愛 所以我們的團契教會小組 主耶穌基督說 我們能夠與神也同在 我們亦都與弟兄姊妹彼此相愛 當我們很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四五個菠蘿包 如果這個面子已經沒有了 我們都不知道應該怎麼做 有個弟兄就出來 就說 我們就吃了 沒有了一塊皮 一樣是可以吃的 我們嘗試去學習 在這個菠蘿包的情況下 來學習 愛這個你心目中很不可愛的弟兄 但是耶穌基督從來沒有說 他可愛你先去愛 相反 就是他不可愛的地方 成為了你去學習 如何彼此相愛 那個實質的教導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要在主的裡面 來學習彼此相愛 但是當我們發覺 當一個人能夠和神來到去 together的時候 亦都和人能夠相愛together 在這種彼此相愛的環境下 產生了什麼事情呢 最後我們發覺 是因為和神能夠相和 亦都與在這個愛裡面的建立 彼得、菲力和多瑪 都成為了一個大、一個偉大的 上帝的那個見證人 成為了一個preacher、一個講道者 他們在第十三、第十四章裡面 是很脫漏的 但是只要與神來去相和 亦都在愛裡面被建立 他們的生命就不再一樣 變成了一個上帝可以合用的器皿 親愛弟兄姊妹 你看見你的團契、團友裡面 現在可能是有些不可愛的人 弟兄姊妹 但是當你可以繼續使得他們 幫助他們與神來相和 給他們一個愛的環境 使得他們能夠變化、更新、成長起來 在到最後 當我想起今年 是我第二十年 服侍主的第二十年 做了牧師二十年了 我回想回的時候 不是我有什麼能力 當我回想回的時候 我看到上帝的能力在我身上 都塗造我、加力給我 很多時候 很多的轉折點裡面 我都是沒有能力去面對 但是我就如葡萄樹與枝寺 來去連結 來在他的愛裡面 去祈禱的時候 神的能力就臨到我身上 使得我能夠面對到前面的挑戰 使得人能夠認識耶穌 使得信徒能夠建立 不是因為我 有什麼能力 是上帝的能力 臨在我身上 但是更加我能夠 侍奉到主二十年 我也多謝很多 很有愛心的弟兄姊妹 他容養我這個小子 原本是不足夠 原本好像第十三、第十四章 都是信徒很多脫漏的地方 但是他們用愛來包圍我 他們彼此相愛來愛我 給我有機會去學習 來有成長 而今天我才有機會 可以成為一個傳道人 一個的目者 不是因為我有什麼能力 有什麼可愛 而是因為神的愛 臨到我當中 也因為弟兄姊妹 對我不離不棄 彼此相愛 所以親愛弟兄姊妹們 我只有滿心的感恩 在這裏也盼望你 可以和神有這個傷和 也都在你的團契小組裏面 有這個彼此相愛 讓神繼續在你的團契小組裏面 能夠動工 或許在你的小組團契裏面 會有一個彼得 一個多馬 一個匪力 走出來成為主的用人 見證主耶穌基督 我們一起低頭同心祷告 主耶穌我們滿心感謝讚美你 因為你就是那個道路真理生命 使得我們和神的關係 完全更新改變了 神來我們求你幫助 使得我們每一次來到 祈禱讀經 來去敬拜團契的時候 來到你的面前 我們帶著的態度 都是感恩能夠與你來去同在 能夠與弟兄姊妹來同在 叫我們懂得去珍惜 懂得去願意去服侍 也都感謝主你 給我們有彼此相愛的教導 但是求你來幫助我們 特別這一刻 可能我們心裡都想到一個 一個肢體 它不是太可愛 不是和我們很合適 不是很合適 和我的思路文化很相約的 主啊求你幫助我們 讓我們有這個勇氣 讓我們有這個能力 在這個禮拜的裏面 能夠去關心他 實行彼此相愛 我們不夠力的地方 主啊求你加力給我們 好讓我們能夠做一個 實行跟隨主的一個門徒 我們在祈禱奉 奉基督耶穌的聖命祈求 阿門 我們在祈禱